TUNE! TUNE! 馬鈴出來了 記不記得上一次我們有一條影片 就是講其實做Youtube有些事情 如果你想知道 或者你想認真地去做 那你就發個E-mail來看看 有沒有東西可以幫到你 或者是就這樣說兩句也好 或者有些實際上的幫助也好 那開了之後其實也有幾多E-mail 但又不是每一個 有些可能不是身處香港 有些可能還沒開始 或者有些人根本是 我都幫不到他 但是他們又這麼認真傳出來 好像很浪費 當大家推介一下一起看 一邊說一邊用影片來回覆 還有我自己E-mail都會回覆他 可能有些真話 就真的不是拿出來說 就在E-mail裡面再跟他說 立刻來了好嗎? 我都真的 現在要跑數 這堆東西會破產的 我真的覺得會 可能他們一開始 我們大家都會沒有器材 或者我們會沒有一些需要的資源 或者我想試吃 其實我不是每次付錢 那很難的 除非本身很有錢 如果你是任何類型的公司 你都可以再丟過來 說我想贊助這個節目 可能我們不是選人 我去拍 但是他們去拍完 都會把你公司裡面的東西 贊助他 可能相機好 麥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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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盞燈也好 他都會拍到 然後出來的 我們就會寫回 今次這個人的東西 是你們贊助的 所以如果你想贊助 給別人試吃 那些其實都可以了 其實沒什麼所謂 那你就可以傳過來 那我們就集合這堆東西 那個東西就比較好 那當然最好就是 某大相機牌子 某大影音器材 不是我收的 你不是贊助我的 我也是直接借花敬佛 轉給其他有需要的人 那就更好了 那當然你想贊助我都可以 什麼H 什麼50相機 送給馬田 那OK的 OK的 Cool 好啦 那我們第一個 第一個頻道 這位音量是最快 這 She will have young people 她叫做 CKPT 將我成為一名成功的YouTuber 如果你可以教我 必定會深馴感激你 請你相信我 Dav 我知道你很小 我知道看得出來 他的email 連他的YouTube的連結 都是沒有放較分別 你見我現在每一條影片都說 來個 Facebook ethnic 訂閱追加會員贊助 但這個數字從來都不會發生 也不是很多 你就知道要人壓外按一個按鍵是很難的 何況你連YouTube的頻道的名字都沒有 然後我還要將自己的名字再打一次 在YouTube上Google張聲然後再找到你的頻道 這個事情不可能做出 第二 我的重點就是 你的頻道名字是不能搜尋的 CKP 然後TC那兩個字 不是字,打不到的 找不到的 先搞這個 心存感激我,好嗎? 好,下一個 他跟他說 他想開一個Youtube頻道 就是講廣東話的加密貨幣 想開,還沒做 接著就設置了一個網站 叫做DefineWonderland.com 第一件事 你又是爛領啊 爛領真是... 不如不做好過啊 財經頻道是一向都有人看的 但有一個重點 你那個是分析 如果你只是講加密貨幣 是什麼的 在這個年代就... 難一點了 因為它爆了幾次 其實要Google 是什麼的人已經看過了 所以... 這些呢 我覺得是可以這樣做的 你可以試一下開 同一時間開四五個頻道 每一個呢 都是給一些貼士 都是不同類型的星銅鐵 那它最終呢 就會剩下一個貼士很準的 那那個就會爆了 可不可以這樣啊? 不關我的事啊 如果這個人最喜歡騙錢 不關我的事啊 先說一下 然後呢 這個呢 很完整啦 我覺得大家應該都值得去看看 但是呢 都很明顯 因為它最多人看的 就是第一條 衝入精神病院 爆料香港科精神病院分享 那就... 有成幾千個view 可能最近那些 就會剩下幾十啊幾百啊 你自己都看得出 那個問題會在哪裡 有些很厲害的 很爆的 就是說 十個我的院友 那些故事 那一定有的 但是你說得多少個呢 就是... 作不到的嘛 你要是真的嘛 真的那些 你有多少個可以說呢 所以那個限度 就是可能要拉闊一點 還有那個 Thumbnail是... 有少少問題的 那些字是看不到的 左邊那一陣子 最大的問題是 既然你都出鏡講呢 就這個年代 就最好放你自己上去 Thumbnail有人 就代表 影片又來 就這樣一個 不知道... 那些stock photo呢 你是不會放進去的 因為你不知道它是content farm 還是那些google 這些跟專業相關的東西 很容易被人挑戰的 基本上如果你一紅那一下 你一多人留意那一下 就有一群人衝出來說 你... 害死人啊 教錯東西啊 那些的了 所以你要面對這個問題 但是你可以預早我這一刻 告訴你 下一個啦 下一個是Bow叔 那他有個channel 叫做... Yeah... ChillBB 那就是一個呢 講跑步啊 相關那些的 那一眼看下去 就很明顯看到那個東西 就是那個screen 很多那些capto 很多那些 那些人好像自己 用手機拍就直接 對上去的東西 看來就是只有 你的樣子 沒有那些 他想講的那些 資訊性的東西 那條... 那個thumbnail 放上去任何標題都對 那就就是... 那就是... 那thumbnail 但我覺得 興趣類的東西 是從來有支持者的 你不要太大貪 賺廣告其實是有機會的 欸 sorry 因為我呢 覆了幾個費 我用了一個小時 所以呢 我改為不覆電郵 除非真的有很多 有些真的不能說的東西 下一個 case... case... 他們的頻道是煮東西吃的 但是... 就說... 可能拍幾條片 但不知道是什麼 然後又沒有出樣子 有沒有方法令... 演算法增加 進去呢 我看了一兩條 那... 如果你不出樣子 我告訴你 那個象限在哪 就是那個限度在哪 你拍整的東西吃 你拍的那些生活類 對於影片質素的要求 是無敵那麼高 燈光 放機位 movement sumatoya 你要給很多視角上的東西 才可以吸引到人的 所以我很早就已經沒有做 因為實際太吃力不討好 不開樣 你沒有成為知名人士 基本上你是很難找到 那個支持你做下去的東西 你又要加回中文字 你又指向香港人 是很難的 因為你就一一一來就想 我就拍過全地球看的 沒有字的 純聲的 誰人都會得到畫面的 有那些韓國的 那些飛來飛去貓貓狗狗 那些煮東西吃的 那些是很紅的 那些全地球都看的 那些什麼辦公室小東西 都是全地球都看的 那你就要想 在哪個方向 好 下一個了 下一個就是 想知道怎樣可以做好一點 它叫做 亂入OAOTV 就是以一個迪士尼知識為主 但因為迪士尼的題材和主題太多 而且就不想做死一件事 開始有迷磨的狀態 因為我看了 我覺得你給題材 困住了你的能力 困住了你的能力 它有些剪輯 那些東西的放 那些東西什麼時候出 基本上是比很多現役 你覺得出名的人 其實某程度上 大家看一眼就知道 應該都是題材為主 很多人會有很多不同的理由 去不喜歡迪士尼 那你就玩完了 對不對 好 那就太危機了 就是你這樣去建造 你就很容易一個浪力 你就會散開 所以就 密度也有 有剪輯 有Artsense 全部東西都有 所以你就真的自己想 有些什麼是你可以 從你身上發展到出去的 你覺得迪士尼 偶爾做幾套Marvel評論 都是100%有view 無論你喜歡不喜歡看 好老實 你也要去看 好 下一個也很棒 就是這個 叫做黑味道Bear Flavor 就是有幾條戲劇類的 戲劇類有一個 最最最跟Youtube的演算法 相違背的 就是你拍的時間要很長 你不會每天可以出到 它不會喜歡你 要不就在影片中 建立你那些人的 人出來 那些人做什麼都會產生view數 然後你就可以出密一點 它可以發距的東西 那你就可以把那條線 擴闊你的密度可以增加 然後他就會喜歡你了 另外呢 你的島呢 你有沒有想過你那個 這麼長的島呢 是踢走了很多 用電話看的人 因為如果我打直來看 我都要用兩個紅的了 所以就 都挺有趣 但是那個密度 我想 有時間要搞 你要搞起密度 就 才會有效的 好 下一個 下一個 其實暫時只有Facebook 不過隨便 按照Post 就是那些 藝術手作類 你當是 不是說不行的 其實是有可能的 不過呢 你現在正在做 基本上已經是那些 Page那類型的東西 但Youtube就是講密度 講 怎樣吸引人 你要改 我說死都要賺 Youtube賺錢 吹什麼我不管其他東西的 這樣 你有沒有見過那些畫Pancake 其實它是煮Pancake 一塊Pancake 然後每一次就是畫不同卡通人物 或者一些是由頭到尾的 木雕由零 變成一塊木出來 可能有些縮事 那些 那你就完全放棄廣東話 你可以直接 但如果你說 不是我喜歡做一下Page 懶得漂亮 藝術 這樣就 香港不可能 如果說廣東話 老老實實 我想看藝術的人未必看這些 就是這樣 好 下一個 這首歌就是 Hei Bai Hei Bai就是 音樂類 Cover類 但不知道為什麼有 泰國佛牌 唱歌 音樂類 那些 你有很多限制 有版權 然後那首歌Hit不Hit 那些人聽過沒有 做Cover 這一類最佳例子 Pan Piano 它就是這樣 那你就要找一件事是你有的 然後令整件事包起來 可以更加有趣了 例如 你可能要唱歌 你現在翻唱 沒可能不唱玻璃心 你不能不刷那些 如果你真的有心做的話 我不是 我真的改玻璃心做 過得到的 不用翻唱版 中國最喜歡聽的版本 我轉做玻璃心 那都可以的 是很難的 可能找不到的 有些人是沒有的 就是這樣 好了 下一個 下一個又開始離題了 那它就還沒開的 然後就開了Facebook 那樣 真的來試一下 可能第一步都過不了 不出奇的 大多人都是這樣 你拍到這條片出來 知道系統在搞什麼 那才再想 再來 叫做Best Hudson 嘩 正常 正常 真的非常之大路 為什麼好像不行呢 我覺得 還沒有一個爆的東西 你要人接觸到第一次 你要有很多人會接觸 很多人想看的東西 你才會第一次被人接觸 一旦到了 基本上就 一旦閃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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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上去都是那種類型 我自己覺得唯一重點就是 既然你不開樣子 你就不要硬弄 就是不要硬弄一些東西出來 這樣遮蓋 因為如果你是講資訊性的東西 你沒有樣子就已經虧了 因為他覺得不可信 因為你都不知道是誰 這個年代有一件事叫放棄畫面 很厲害的 有些人做這些事情 你就買一支好的麥克風 直接拿一條聲音 你被人是聽的 那就OK的了 因為你錄音的質素不行 太多回音了 下個的頻道叫做冷系工作室 那就是 立晚 就是一些情侶那些vlog 另外就有一點 叫做一分鐘懶人巴 就是很短的時間說一件事給你知道 先說一分鐘懶人巴 這件事是不受歡迎的 因為你的片長太短了 你無法保持觀眾太久了 還有你插不出多少條 他可能就會流走到第二條 因為你那些懶人巴的內容 跟你的頻道拍攝的東西不同 變成他不推薦你 我看完片尼亞 一分鐘我學會片尼亞 就去了下一個人看片尼亞 就不會去你的頻道 看你的另外一條影片 以前我也是做這些 儘量做一些可以長一點 可以保持觀眾久一點 接著接著看的東西會好一點 你會弄的 所有東西你都會弄的 我覺得是名字的資訊值不夠 就是懶人是工作室 我看不到是拍些什麼的 看上去已經猜到大概是 講些什麼拍些什麼 這樣就會容易接觸到 你的觀眾 差很少東西 應該可以的 如果你繼續拍 之後這個我厲害 真的不是說笑 你還沒發給我之前 我已經有看你了 但是我知道我是沒有資格 沒有資格評論你任何東西的 我是崇拜和佩服的 這類型的頻道 我是完全沒有資格給任何意見 基本上已經是超出我的想像 我覺得是... 好看 不能只有我看到 大家一起去看看 好了下一個 噴火妹 那我都... 拿了幾條 因為真的要拿幾條 才能看得明白 就是這個問題 沒有了一個很嚴重的主題 而且一編了 你沒有出鏡的那些東西 那些片是... 完全看不明白的 基本上是 去到... 什麼洋公園啊 什麼拍貓那些 基本上是完全看不明白的 如果有人因為你某一個題材 可能你有些片特別多視頻 因為那個題材吸了進來 你無緣無故在拍自己 你貓兩分鐘就拍一條片 他們會取消訂閱的 以後不購入了 我有九十萬個人 所以起碼要找一個 你真的知道你會長做 你覺得那個題材可以發展到的 就是你那個人未發展到 很受歡迎的時候 那些周邊的東西 是沒有人想知道的 是這麼殘酷的 我也是這樣 我也有萬幾view的影片 下一個就是... 肥拔敗加實錄 那你都很明顯 一看這個頻道 就知道名字 就知道那些 會想盡開箱啊 就是買一下東西啊 然後分享一下生活啊 然後一拔進去 真的... 不如一槍打死我 裡面全部都是那些什麼塔羅 每天分享塔羅 然後我以為 是說那些塔羅牌那些 那都沒事 然後拔進去不是一個APP來的 喂 你是不是整理我啊 比如說我們今天就講 你下個星期的桃花 我就跟你抽牌 然後你看到你就有緣分 也是OK的 但不是這樣的形式啊 你用點心啊 只有15秒 不要玩我啊 求求你啊 好!下一個了 下一個都... 我不會讀過名字 老老實實 它叫Ring 這不是日文的 那就是一個... 在台灣讀書的... 日文系的頻道 但我一看下去就知道它是... 都是偏瘋線類的 還有呢 雖然我這裡講就告訴你 怎樣可以用廣東話 講廣東話 講廣東話拍片 國語 其實是... 也是一定可以的 只是你... 找不找到那些人喜歡什麼 我覺得這一陣子 因為你沒有人出到香港 沒有人出到去 離開到香港 其實旅遊資訊 或者其他地方 是怎樣呢 其實是有趣的 我好像見你好像沒有什麼出家 試試吧 找些... 有趣的題材 我覺得你欠抄一些有質素的人 你現在抄不考的 那些人的細 那些內容 像... 你知我講什麼應該 再來啦 這個就是... Made in Double Chan 抹襯製作 那就是... 都是那些生活類... 它說它自己的頻道 相對有點癡善的... 但如果你一心做癡善的 Youtube是不太對的 因為Youtube要密度的 特別是在香港 你會被人拘捕 你會自己死 你會上報紙 其實是會面對很多問題的 但都不要緊 這些很小事 因為你不是很多 我想問一下 這些... 長輩圖式的Thumbnail 是什麼APP 因為我知道 一定不是你自己手做的 因為我見到 無數的頻道 都是這個Style 一定是有APP做的 可不可以換掉它 你認真點學 第一件事 No.1 學Photosaw 或者AI做好的Thumbnail 不要用長輩圖 不要用身世名題 先試一下這個 其他有些後話 下一個就是Dance For Me Studio 大家想像到 應該是很多跳舞 如果我只看名字 理想 這個頻道應該是怎樣的 就是那些很韓國的 那些很難一班 一邊跳 如果你是這樣 基本上就不會有問題 但是一刺進去 你那條影片的標題 全錯 零資訊值 沒有人知道是什麼 譬如你跳某一首歌 你起碼寫清楚歌名 然後是哪一個唱 那你已經可以吃到 某一類型的view 但如果你亂改 然後什麼跳舞班 沒有人會刺進去的 沒有人會刺進去的 沒有人會刺進去的問題是什麼 我某一些改好就行了 不是的 它是一個漩渦來的 越差的越差的 你越沒有人看 你下一個好看也沒有人看的 就是那件事 你要保持著某一個水平的東西 那個東西才會給你一個穩定的view 不然是沒有人會被人 沒有人會刺進去的 好 下一個了 下一個就是 Tata Wonderland 就是講一些媽媽的東西去想 那當然可以 不過我覺得 不是照抄 照抄沒有特別 很多這樣的例子 從小朋友到小到大 其實一定會喜歡看的 如果你的小朋友是得意活潑 可能你會面對這個問題 就是他不喜歡 他不喜歡給你拍 那你就沒得拍 另外那些感受上 就是家裡那些 那些吵 然後剪片不懂剪 那些沒有人會幫到你的 你跨越不到這個 最低門檻 所以就是這樣 再來 下一個頻道就是 Destine Me 那也是那些很正常類別 大家會看到很淺色的女性頻道 你都知道是一定可以的 除非你這個人不行 那所以呢 我發現有個問題 也是技術問題 那我不知道你誇不誇得到 收音完全聽不到 也是回音太大 因為你直接用你的 機器來收 我不知道是電話 還是什麼機 總之你直接用機器來收 那條聲音 在這個年代就不用了 找一些書看 找一些人怎麼拍片 應該OK 好 再來 再來是Karen Jo 她的頻道有三條影片 哈哈哈哈 然後她就說 還沒時間拍 這件事還沒拍 然後沒有拍 然後對手的影片已經兩年前 VLOG類別的 其實有一個困境就是 你未建立到你的人是知名 未建立到人喜歡你之前 你只是可以靠題去引人來看 你不是夠拍我的生活 你的生活是沒有人想知道的 好 再來就是一個叫做 輪到多倫多的資訊 即是移民VLOG 第一個問題 Thumbnail都錯了 即是字看不到 另外 你拍的那個主題 不知道為什麼 讓你做了一個底色 然後再加多一層東西 不過 你起碼拍到你 你有你的樣子也好 看到那件東西也好 譬如我今天來 哇 工具專門店 超值工具專門店 那你起碼拍到是你 然後看到後面 哇 全部士巴拉 糟糕 成本牆的大排士巴拉 那我就會想知道 究竟外國的工具店 有多大間 或者在那裡的人就會看 哦 原來這裡有一間這個 我每一區都有這個 那你可能 或者你不知道 有沒有這樣的空閒 就去一些不同的地方 基本上應該都是 會有一個挺穩定的流量 這個年代 即一定不會搭的了 世界太亂太多了 差一點就不按了 那個人就搶了你的訂閱 有點難了 這個真的有點難 不是開玩笑 我覺得已經表現得非常之好 先拿你出來編師 你看到我這種聲音 你就知道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現在在拍片 那些是節目效果 如果你覺得很受傷 那就... 相信我 我不是故意告訴你 我不是故意告訴你 我不是故意 你不是故意